黄毅老公黄毅清,25日连发数条微博跑轰黄毅,并上传黄毅发脾气暴怒的视频,他这一系列举动引来网友争议,也有朋友劝他家丑扑壳外扬 26日上午,黄毅清先是发了一张和女儿的合影,中午再发一条长微博解释婚变的原因,称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孩子,并解释说拍视频存证是正常的法律常识 在家作为一个父亲来说,保护自己的孩子是使命,不管什么原因,如果在情绪发作的时候,就气急败坏地把孩子从阿姨手上拽过去 小孩被突然吓哭,甚至险些摔地上,对着孩子发泄情绪,连带孩子的阿姨都快被搞崩溃了 这种情况如果连父亲都无法阻拦的话,剩下能想到的有效办法,只能是被迫公布真相,把事实还原给大家看到 或许可以彻底阻止在失控情况下,伤害到女儿的可能 每门 游乐资讯签计 OS error 为您转佩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